这次要介绍的是我如何用飞丝打野 首先是技能点法部分 我的起始顺序是2-3-1 之后主3-1有大点大 道具部分我习惯第一剑先直上死帽 接着出乌妖、金人、宝珠、禁书及虚杖 打野的话符文我是习惯带顺及步伐 这样在野区可以有较安全的血量支援队友 接着是凶蛮泰坦猎人跟灵巧猎人 召唤技能则是闪现及重击 以下请看我的实战影片 因为飞丝初期不适合跟人碰撞 第一个眼位我习惯插在这里 这样如果有人要用了的话可以看到 我习惯红buff起手 以下是我的刷野顺序 我快速带过 刷完红点3技能后刷4秒 接着刷篮并准备抢一分25秒出的河蟹 看到卧鱼王我这靠 还应该有在我这插远 因为我有一流中击不怕他抢 最有意识很好 马上过来支援 超红280还差点被他反杀 继续刷野慢慢发育 继续刷野慢慢发育 回去买鞋子方便等等跑线 建议你从边线过去支援队友 不要走河到对面敢这么冲 通常是有队友或有眼位 有大就先丢大 吃到大招通常都可以收掉 以下快转继续刷野 龙出了如果没有打 也要再拿5个眼位 看到对手又压过来 马上过来支援 你的局限距离会有88反复 因为下路被我们团灭了 赶紧过来吃龙 回家补个死帽 准备大开杀戒 这鳄鱼慢了一步 吃到我的鱼 感谢主委赞助 这边蹲到对手 你已经使了 感谢主委 抓紧机会吃龙 龙被我们连吃两条 这场龙女没了 瑞文又在皮 瑞文又在皮 趁对方没射手 赶快破塔 赶快破塔 我又冰原独栗独栗 高波离席 有车子过来我扭 这次真的高歌离席 隐战王狗头 用个人魅力 成功轻引对手过来 吃巴龙准备下班 有巴龙家消防根本离开 身旁凌美 一波再走了 威剩席 感恩 我们 Happy 赞 Hit you are legendary victory